上期视频,我淋了一场雨 陪大伙唱了一段拉拉拉拉拉后 在一个石头村拍到了一张标准的疯狂照片 这次,我暂时在宁波安顿下来 终于拿到了入手很久,却迟迟没有到货的Vlog神镜 索尼PZ1635F4G 确实非常小巧,我觉得这个镜头就是拍Vlog,就是绝配 Hello,亲爱的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测试这支1635的镜头 我终于有一支超广角的镜头可以来拍我的Vlog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会脸显得非常小呢? 显得很瘦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是不是感觉瘦一点? 于是直奔一个人际罕至的人称小冰岛的地方 天的亮度刚好可以让我用这个手电筒 给这块山石打背面的曝光 成功了,成功了 但是旅途往往总是不会那么一番不适 居然又登不了出来,这个破岛再也不来了 我是旅行摄影师唐森 您正在收看的是我的Vlog连续剧 讲述我自驾各地拍摄绝美丰富的故事 我们现在来到了花澳岛的渡口 这个就是花澳岛啊 花澳岛的那个尖尖 这边看上去还挺酷的 这边全是船 这边应该是有船可以渡过去的 我们待会就到那边去渡渡轮 刚刚来到这边的码头啊 然后完了之后问了一下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半 他最近的一班船是要两点五十分上船 然后五到十分钟就可以到岛上 但是呢最晚的回大陆的这个班次是四点多 也就是说是有一个小时的行程 那本来是我是想到这上面去拍一些 这个长曝光的机会的 现在看上去好像机会不太大 驱车开了两个小时的路 今天就先往回走吧 然后我们下次就在 居然又不能登船 我就是五天前刚过来过啊 这个他不需要核酸证明的 过了五一之后 他居然需要四十八小时核酸证明 核酸今天刚过来下来的时候 就坐脸 大哥 轻点啊 你怎么收拾的还有个轻点 啊 软了啊 啊 嘴巴多好 你看 啊 啊 上次好像是鼻子满 就不美 我们客气不能这个意思 我又白跑一趟 居然又登不了船 我又上不了华尔岛 这个破岛再也不来了 我可以登船了朋友们 远远的在车上就看到这些场景啊 你看看 这些有枯树 一截两对的废船 枯树 枯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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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枯树 这应该是一些老树 然后被砍了的 这棵树枝很像一个恐龙头啊 来 我来看一下 真的是长在这里的 可以啊 在这个角度看看怎么能够挖掘一下 这纹理确实已经是很好看了 这纹理 我待会先 这篇先来 来两张 不一定要三脚架 然后 就拍它的纹理嘛 对不对 这样来一个方形的构图 我觉得如果来个纯黑白的 也可能挺酷的 是不是 你见过以前八十年代的古装片吗 比如说像 硬爪铁不伸 他就是替你杀害刘公公的快刀 这个估计对你们来讲是爷亲回的啊 可能 你们那时候应该还没有你 就是当时有一种镜头 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 这就是传说中的 小龙虾 好 是不是很尴尬 因为它的这个变动变焦 所以用这个镜头可以拍这种运镜 好吗 啊 还是很屌的 朋友们 花二岛的石林 这几块石头还是 有点意思 这边是 朝东的方向 也就是说 太阳是从 我左边打过来的 然后后面呢 全是高山 所以这边 再过一会儿 我觉得这些石头上 应该是都看不到 这个太阳的痕迹了啊 我们现在就下去可以 立即的去进行一张 长曝光照片 然后等太阳 稍微再落山了一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石林这边 再做一下 你看这上面的机理 竖条的和横条的对比 我爱上这里了 看到我的相机了吧 就在这里 我这里准备开始要长曝光了 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的圆石头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相应的地貌特征 然后我这边加了一个尖边镜 然后让这边的太阳稍微能够压掉一点 然后我把偏正镜调到了一个海面 水会比较白的一个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石子就会比较黑 那这样的话进行一张长曝光 一分四十二秒的长曝光 快门鞋 一二三 由你 一分二十四秒的长曝光 开始 有虫子 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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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虫子 虫子 虫子 真的 我现在低下来拍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 脚架放低 因为我现在看到地面的这些 这些气小的这些原石 我觉得说实话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好看 特别是它是打湿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大 所以我准备压低身段 然后在一个逆光的情况下 简简单单就来一张 我认为会很酷 我认为会很酷 咱们索尼的这款1635G的镜头的话 它有个最大的一个 对我来说非常不错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对焦 这叫什么来着 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朋友们你们把这个我想不起来的这个词打在弹幕上 这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指我在调整焦距的时候 我对焦前景的时候和对焦远景的时候 还几乎没有什么变形 这个叫什么来着 啊 洗把 我居然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哎呀 你们谁知道打在弹幕上求求你了 哈哈哈哈 我已经我已经要崩溃了这个词叫什么来着 我操想起来了叫呼吸效应 我靠呼吸效应很小很小 所以它就非常轻松的可以进行景深合成 哎 我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我想要的光 天光的亮度了 这个天的亮度刚好可以让我用这个手电筒 给这块山石打背面的曝光 估计大概是在20到30秒之间的曝光 然后过程当中我就用手电筒去照 然后这也算是一种光辉吧 我们来试一下 十秒的曝光延时 开始曝光 接下来 проб要完成 AK 互相 精灰 趋 月 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期视频 我将给你分享 我在一个酒店的阳台 连续半个月 对着同一个方向 拍了几十张宽幅系列摄影作品的过程 同时给你分享 我对宽幅摄影的理解 和宽幅摄影创意演化的想法 感兴趣的话 就点个赞 点个预约呗 点个预约